先不作戰術佈置 時間、地點、案情、程序等演練要素 都以突發性事件的處置方式 臨時由市公安局指揮中心下達指令 演練於當日上8點半鐘拉開展望 四名歹徒持槍搶劫三組某銀行儲蓄所 銀行營業員觸動了電腦報警裝置 三組公安民警移動 同歹徒槍戰擊斃了一個歹徒 另外三名歹徒劫持一名人質逃犬 珠海市公安局指揮中心接報之後 迅速調集特警、交警、刑警和三組分局的警力 快速反映投入戰鬥 最終將歹徒圍困在一棟空樓裏面 隨後特警防暴大隊的隊員安全解救了人質 禽獲了歹徒 這次演練出動的警力250多人 新引進的多功能防暴現場指揮車 亦首次登台亮相 珠海台報導 為了保證國家重點工程項目 廣州白雲國際新機場的建設 今天上午 廣州白雲區人民法院 對煽動村民阻撓工程建設的遺守分子進行公開 這個案件的審理備受市民關注 審理庭座無虛正 據白雲區檢察院調查 今年二月廣州市政府決定 在白雲區人火鎮精用土地一千多毫 作為機場身子拆簽安置用地期間 這個鎮四川村長諾永根等人 以精用補償不足為由 多次召集會員 商討反對徵地的方法 4月22日晚上至23日下午 被煽動的幾百名村民和小學生 先後在106國道人火路斷 人火鎮政府正座堵路空爛 造成106國道交通堵塞近四個小時 新機場施工被迫推遲等嚴重後果 檢察機關表示說 諾永根等人的行為 已經構成了罪中擾亂社會秩序罪 應該依照法律提起公訴 廣東特別 中級人民法院公布賴像者之後 被司法拘留的第一個人 今日朱善雄在拘留所表示 對自食惡果後悔不已 華夏奇觀有限公司 在設立以此 就以高利潤回報為優利 在上海、江蘇、深圳等地 發行所謂的會員卡 大量收取會費 又以發包工程之名 要求承建商交納工程保證金 但是結果華夏奇觀沒有建成 會費工程保證金的官司不斷 吹債款達到七百多萬元 華夏奇觀賴帳情況被公布之後 朱善雄一方面迫於壓力 向法院交了一份還款計劃 另一方加緊隱瞞 轉移財產 鑑於華夏奇觀的表現 法院依法拘留了朱善雄 並查封了一期 在金融大廈的工程指揮部 廣東台記者吳偉光和通訊員報道 或者新聞 地鐵線暫停使用 漢城一個被稱為聯合外國人住宅區 發生了樓房倒塌事故 幸好暫時沒有收到有人在事故中 嚴重受傷的報告 漢國南部地區上個星期開始下雨 以後雨勢越來越大 引致發生洪水和泥石流 到昨晚死亡人數為58人 39人失蹤 經濟損失後7000萬美元 漢城市政府出動了大批清潔人員 展開清理工作 努力使生活逐漸恢復正常 廣東台編譯報導 我就是想要盡我的能力去試一下 他會移一下自己的份 為了拿獎啊 以他的範圍涉及比較廣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賣淫嫖娼人員 吳正和證監部服人員69人 這特約記錄 羅湖昨天強制拆除了蔡巫維男神圍章 這棟私人建築已建八層半高 外牆已裝修好 據了解 早在6月初 羅湖區有關部門 已向這戶超高私人建築屋主 發出停建通知 並做超高部分 但夜置之不理 並讓施工隊夜間加班加搶建 記錄成事實 這棟住宅從未向有關部門報建 屬典型的違章建築 昨天 其他問題進一步處理 深室特約記者的報告 這是工商局日前在保安區某廠 查會起特大生產假冒電腦磁盤 位於保安新城十一區賣寶工業大廈三樓的 月華計算機深圳有限公司 保安生產廠 自98年2月份至今 共生產假冒索尼電腦磁盤70多萬片 市值約200多萬元 已銷售了50多萬片 工商人員還發現冒牌的電腦調製解調器近2000個 打磨金一台內包裝紙外包裝盒等生產材料一大批 山市記者報導 新聞報告完了 感謝收看 請問